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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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的黑瓜子 我们看到了神秘鼠 非常的清楚 楚人碎的故里 有过怎样的传奇往事 小小的凤凰山 究竟掩藏着怎样的秘密 让碎的尸体历经两千多年而不朽呢 湖北武汉 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前身是武汉医学院 就在江陵凤凰山168号目西汉古师出土后 尸体的器官标本被迅速送往武汉医学院 鉴于这一考古发现的重要性 湖北省立即成立了江陵凤凰山168号目西汉古师研究小组 第一时间对古师展开了研究 古师的器官标本被运往武汉 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拥有全国先进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在医学上古师是极好的标本 通过电子显微镜 研究古师的器官和组织的超微结构 从而了解其疾病和死因 通过病理学的解剖 可以观察到他死亡的原因 以及他在这种生成的时候 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身体状况 有什么病 带了什么病 这个都是可以观察到的 参加过马王堆汉木出土女师检查的 同济医学院教授阮佑斌 也参与了凤凰山168号汉木出土古师的研究 他选取古师的器官切成薄片 然后将这个已经非常薄的切片 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在里面我们取材回来以后 还要改小切的那个叫做超薄切片 但是我们比那个光学显微镜的切片 里面要说按规律还要切上100片 就叫超薄切片 在电子显微镜下 古师的各种器官和组织的细微结构 清晰地显示出来 当时给我思想印象最深的就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细胞组织之间的那个结的组织 也就是它的这个胶原纤维 保持得非常非常的好 一看到我就惊呆了 我说跟现在人都没有两样 让软油冰大为惊奇的是 古师的神经系统保存十分完好 神经系统呢 它就是有随壳的那个部分 随壳 随壳的它的那个就没有这个胶原纤维 保存那么好 但是它的那个有随神经 它的一个随壳 同心排列的一个板层结构 还清晰可见 湖北医学院病理研究室的王瑞棉 参与了骨石研究 他所在的病理研究室 负责气管 肺 气管软骨 等六个器官的超微结构研究 这个就是肺里面的那些个小的 就是快到肺泡了 那些个管道都存在 这是肺里头的那些个肺泡 这些小泡泡都是肺泡 令人兴奋的是 骨石气管软骨的细胞形态还保留着 这让科研人员感到十分兴奋 猜测细胞核里头是否还存在DNA 一共做了二十种方法的研究 这六种器官 每一种器官 最后我们在细胞里面还发现有 细胞质里还有蛋白质 还还有糖 就是用组织化学的方法测定出来的 核里面的DNA是存在的 DNA是存在于生物细胞中的遗传信息载体 荆州城外凤凰山下的古石 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沉寂后 将自己的生命密码展示给人们 那么 碎生活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他的家园有过怎样的故事呢 公元前279年 楚国都城尹遭受了灭顶之灾 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 击溃了众多诸侯国家的军队 锋芒直指长江岸边的楚国都城尹 带领这支军队的是楚国后裔白质 白质威名赫赫 在担任秦国将领三十多年间 攻取大小城池七十余座 歼灭近百万敌军 数代楚王苦心经营了二百余年的 楚国的都城尹 一夜之间坍塌了 史称白质拔影 战火的灰烬掩藏了一座城池 曾经的繁华和荣耀 然而 瑰丽多姿的金楚风韵 留存下来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东湖之畔的湖北省博物馆 收藏着一件造型古朴的乐器 石边庆 石庆制作精美 整体呈弯刀形 浮以精美的花纹 透过斑驳的痕迹 依稀可以看到石边庆彩绘的痕迹 这样大量的大型的宫廷里面才会有这样的那个大型的乐器 而且这个石边庆的话就是所谓那个八音里面的石 这一类 这件石边庆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他们来自楚国的都城影 也就是济南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因为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 开始对济南城展开了田野调查和发掘 一次偶然的机会 考古人员打听到了一户农民家里 铺着一种奇怪的石板 我们的一些老专家 听说某一户农户家里面 好像有那种石板铺的一个面 但是那个形状呢 就是像那个弯镰刀形 这个就蛮特殊了 然后专家就在现场去看 形质很特殊 就一看就而且 弯镰刀的那个拱布还有钻孔 这一看 专家一看就知道这是边庆 经过清洗的石庆 一下子露出了原来的模样 褐色的石面上留下客绘的痕迹 图案以凤鸟为主题 其余部位则用羽毛花纹填充 呈现着富丽多彩的图案 石庆上部的钻孔 正是用来悬挂石庆而穿造的 接下来的发现 让考古人员大喜过望 石边庆数量众多 一共发现70多件大小不一的石边庆 而且都保存完好 可以想象 像这么大量的70几块石边庆 它这边庆的话 它是有组合的 一般是上下两层 上下两层 但是70几块悬挂得起 敲击不同大小的边庆 它会发出不同的声音 那会组合成非常优美的旋律 春秋战国时代 礼乐制度已经成为独有的文化体系 列国的宫廷里都有大型乐器 数量多 体验大 保存好 而且精美的彩绘 我们的专家一致认定 这纸又是楚王的宫廷里面 才这样的精美的文物 楚国崛起于江汉平原 消灭周围几十个诸侯国后 一度在楚庄王时问鼎中原 与北方强国抗衡 也就是说在战国早中期的时候 楚国就在非常强盛了 所以它在南方 原来的北方就受到停的威胁 然后它是往南方发展 史记楚世家记载 公元前689年 楚文王自丹阳 建都于济南城 楚国在这里建都的二百余年中 楚国的霸业也达到了鼎盛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江汉平原 这是一个粮仓 它只需要它的经营 这个土地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 战国时期的楚国 它这个核心区域 中文区域就在江汉平原 江汉府的一带 然后它就选择了这个点 楚国曾经的强盛 在济南城留下了印记 距离济南城遗址 大约三十千米的田野上 有一处高高隆起的土台 人们叫它寻家主 从2006年开始 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 揭开了隐藏其中的秘密 这是一座楚王岭 由竹主 车马坑等组成 车马镇尘封地下两千多年 出土时排列整齐令人震撼 根据发掘的殉藏墓 还有祭祀坑 还有车马坑 做考古学的研究 我们基本上定为 春秋晚期的战国初期的 学术界就比较倾向的一件 是楚慧王 他正好跨春秋战国之际 楚慧王在位56年 他的母亲是岳王勾剑之女 楚慧王即位后 重用贤人改革政治 使楚国国事得以迅速复苏 楚国成为一方强霸 曾经灰弘绚烂的济南城 已经不复存在 尘封地下的亡灵 以及出土文物 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了 那个时代昂扬求静的历史进城 这是战国镂空军碑 这是熊家种出土的玉佩 这是熊家种出土的玉佩 各种纹路的玉壁和玉环 宽边小孔为壁 窄边大孔为环 这是玉覆面 这是龙形玉佩 这是双头龙玉器 楚国许多墓藏 还出土了保存齐全的 丝织衣物 包括袍 帽 鞋 显示了当时人们 衣物的雍龙华贵 这是绣花龙凤虎纹 罗丹衣 色彩鲜利 构思巧妙 这是一个凤头 我看见没有 这个凤身是一个圆形的 然后凤尾 打在那个虎上 凤刺呢 压在这个龙上面 凤脚是踩在 那个小龙上面 其他的一些动物 都在它下面 说明它的崇高 所以在这个文字上面 可以反映出 当时楚人的那种崇拜 和图腾 在他们心目中的一种地位 楚人重凤 出土的漆器 玉器 丝绸等 许多都有凤的身影 这是虎作凤驾鼓 巧妙地将音乐和艺术品 融为一体 而凤凰则昂然于虎背 展翅玉飞 这是彩绘透雕作品 木壁鞋造型奇特 瘦手 四足 做行走状 四肢上分别雕有蛇 蛇式蛙 四脚蛇式雀等图案 是迄今为止 中国最早的根雕艺术品 那个盛世 遗留下来的石边庆 也在济南城的废墟里 静静沉睡了几千年 一个石边庆 仿佛让人看到了一个王城 曾经的辉煌 在列国征雄时代 雄距长江之兵的影都济南城 与北方的秦国都城 咸阳城 齐国都城 宁兹城 遥遥相望 考古勘察表明 济南城只规模宏大 平面呈长方形 东西长4.5千米 南北宽3.5千米 总面积约为16平方千米 是今天荆州城的四倍 我们所站的这个位置 它就是静河城的一个最南边 就是一个一段城墙 这段城墙的静河城的南边的城墙 它是在主角的这个位置 一个拐角 这是南城墙 往南边拐 拐弯的一个拐角 城内夯土建筑 台积十分密集 散落着桃水管 铜瓦 板瓦等建筑材料 反映了当时城市的繁华 这是济南城西元北门复原图 双雀式建筑 这是三十号宫殿移植复原图 出自招魂的宫殿移植复原图 或者是瓷线移植 这些器物多为陶制 属于实用器物 为什么我们现在济南城发现不了很多那种重要的文物 比较高等级的文物 对不对 这么大个都城 它应该有比较好的程度器 对吧 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现 它有可能早有准备 就把这东西给搬走了 战国后起 秦楚两个大国国义 在济南城打上了深深的历史烙印 公元前278年 秦将白起顺汉江直驱楚国腹地 攻取了楚国都城营 迫使楚清湘王东迁往陈毅 秦将白起八营之战 使得楚国失去了自战国以来 赖以为根基的江汉平原地区 楚国被压缩到淮河流域的楚东国境内 至此 秦楚对峙的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转变 秦南城里之内 有的地段 现在还存有高达数米的城墙遗迹 城外还有城豪护城河围绕 对 这是城外了 城外了我们这下边就是护城河 护城河 这往护城河顺着就是城墙走过去以后 在外面全部都是秦南城的外边了 南边了 考古发掘表明 秦南城里有三条古河道 古河道与秦南城的护城河相连 使得地处平原地带的秦南城有了水的屏障 便于防守 以前做过一些工作 做过一些工作 我们现在地表都能发现这些问题 都能看到这河的水迹都通了 还在流水 秦南城的南城门连通河道 考古工作者在南城门发掘出了水门遗址 古河道宽18米 底宽6米 河底距地表约4米 共发现37个墓柱 分为6排 水门可通传 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 当他从影都流放出去 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哀影》 诗中写道 过下手而西伏西 故龙门而不见 屈原放逐走的是水路 他回顾的龙门应当是指济南城的水门 这是济南城南原水门复原图 水门有立柱挡板 还建有阁楼 地处长江之冰的济南城 不仅河道众多 而且遍布着大量的水井 水井分布密集 有的水井至今全涌如注 考古人员一共发掘出了四百多口水井 分土井 木圈井 竹圈井 桃圈井 桃圈井等 桃圈井 有的和竹圈井结合 有的只有桃圈 最下部有井架 在发现的水井中 桃井的数量最多 有的学者认为 有的水井 只是用来储物 考古人员在陕西咸阳城遗址 也发现了用来储存食物的水井 考古人员在水井里 还发掘出了许多桃制水罐 水罐呈长筒状 开口较大 水井里头打水的 那些提水的罐子 桃罐 这是济南城出土的桃井圈 这个可能就是两方面的功能 一方面就是说 这个井圈下去以后 以后就起来给加工作用 还有一种功能可能就是 伸水用 打点水从外面伸进来 济南城里 距离宫殿区不远 就是凤凰山 显然 凤凰山是当时济南城里 一处登高赏景的 名胜之地 它是宫殿区 再靠东南部的一个 一座小山丘 直接或者是通俗地说 这座凤凰山 也就是 楚国当时的 宫殿区的一座 风景山 楚王在凤凰山登高赏景的岁月 也是这个南方大国蓬勃发展的时期 这一时期 楚国的疆域空前扩大 楚国疆土 西起大巴山 乌山 东至大海 南起南岭 北至今天河南中部 荆州博物馆 珍藏的楚国青铜器 见证了这一段岁月 这是鸽 是储君士兵使用的格斗兵器 长饼 平头 刃在下边 可横击 可勾着 长鸽用于车站 短鸽用于步兵 这些鸽曾经就握在 年轻士兵的手中 这是剑足 这是折叠足顶 足上部浮雕 寿面纹 中部有活栓 可以折叠至顶底部 当时兼并战争 行军打仗频繁 这种顶便于携带 纯鱼 古代一种同志的军乐器 春秋时期出现 盛行于战国时期 顶上多座虎行牛 可悬挂 长鱼骨配合 距离济南城只有几千米 有一个叫尹城镇的地方 地名的由来 就是秦汉时期的尹城 公元前278年 秦将白起攻克一地 秦军在尹都济南城附近 新建了一座军事袍围 用来管辖楚都旧地 其实拔影之后 秦在现在我们的金鲼古城的东北 方向两公里建立一座尹城 方形的 基本上成方形 只有1.2平方公里 现在去看 也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护城河 还有城园 尹城也是西汉南郡 郡治所在地 经历了变迁 昔日的尹城 今天农田与房舍遍布其中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尹城的一个航拍图 航拍图我们猜得从这个绿点开始 这边从就是北城墙 然后这边是东城墙 这边是南城墙 这边是西城墙 然后这个城墙之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一圈这个绿色的 就是这个以前尹城的护城河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岁月 尹城的护城河依然可变人出来 昔日的护城河里长满了棉藕 护城河的一侧是高高隆起的城墙 在我们现在在我们身后呢 我们看到的地方 那个有水的地方啊 就是这个尹城 东城园外的护城河的一个 现存的一个痕迹 当然这个护城河呢 实际的肯定比现在要窄 因为后来这个人们在生产生活的时候 把它偷宽了 改造成鱼塘和藕塘 战国时代 秦楚的争霸战争绵延数百年 在秦国征服南方大国楚国的过程中 尹城的地位十分重要 青州市的考古人员 在尹城东城墙发掘出了陆路城门 还在城内发掘出了古河道 当尹城的河水穿过高大的城门 流向更远的地方时 曾经威震一方的楚国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从尹城的城墙上眺望 可以看到济南城残破的城远 楚王曾经居住的高大威约的宫殿 已经坍塌 荒草出入其中 尹城外 凤凰山成立一处墓地 1975年 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 对济南城展开了大规模考古发掘 凤凰山秦汉墓葬 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小小的凤凰山 仿佛是历史的见证者 考古人员在凤凰山七十号秦代墓葬里 出土了墓书和墓壁 墓书正面描绘的是歌舞场面 一位舞者舒展长袖 两侧各有一位舞者 墓书的背面是燕影场面 提斗者站立 其中一位坐着的人手捧一物 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坐姿 墓壁的壁尺十分细密 正面描绘了一幅送别画面 两人双手相握 墓壁背面描绘的是相扑场面 这应当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运动 秦汉更替 凤凰山成为了西汉时期的一座墓地 湖北省考古工作者 从1973年开始 在江陵凤凰山发掘了8号 9号 10号汉墓 以及168号 167号汉墓 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汉代监督 对于研究汉代社会经济极具价值 因此凤凰山汉墓群飞升国内考古界 江陵凤凰山十号墓出土了172枚竹简 和六方墓读 内容包括算负和田租的缴纳 种子借贷 生意账本 以及人口户数等 其中有一组竹简 记载了从6月16日到10月10日 出售货物的情况 每一笔账都记有顾客姓名 商品名称 数量 价格等 最后合计金额为1828千 因为它合合能够分类账 某种东西都分开来搞 这所以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发现 对这个世界的会计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监督表明 汉代农民除了缴纳算负和口负 还要交利凤和口钱等 15岁到56岁出为算负 口钱从7岁到14岁 每人23钱 2000多年前的西汉江陵县 占据着一片高渝之地 农业的发展 加至交通的便捷 也使得商业贸易十分发达 凤凤山168号目出土了车船等模型 凤凤山8号目出土的浅册中 记载有大舟念三桨 随葬品中有误传模型一件 两旁制桨 这反映了江陵地区水上交通的发达 和造船工业的进步 所以是23桨 这是当时最大的船 千丈的船 一千丈的船 所以说明当时江陵这块地方 就是从三峡出来以后 到长江中游 往上游往下游去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考古人员在凤凰山八号目 出土了一副六博旗 六博戏 这是当时一种极为流行的娱乐形式 当时人们已经对六博戏 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有住住不能食 简简不为理 头穷筑局上 终日走博子的描述 六博已成为宴席上 一种常见的酒令游戏 汉岳府这样描述 上金殿 祝愈尘 监贵客 入金门 入金门 上金堂 东厨巨摇扇 垂牛烹猪羊 主人前敬酒 谈色为清高 投湖 投湖对谈其 博弈 并复行 精州城北 济南城遗址的凤凰山 距离长江只有十几千米 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今天的凤凰山已经无迹可寻 岁月流转 岁月在凤凰山下 沉睡了两千多年 那么是什么原因 能够让碎保持完整的身躯而不朽呢 考古人员首先把木光 投注到了碎的棺谷 果饰是用厚厚的木板做成 果饰内有外观 外观里有内观 两个观都用了三道六层麻布 加以捆树 它这个密封就是用铜油或生气 你调了以后 但是密封是相当好的 千年不坏 尸体在下葬后 棺内少量的氧气 在尸体的自容过程中 被迅速消耗殆尽 考古专家发现 除了棺谷的密闭 整个墓室也封闭得相当严密 湖北省水文地质大队的科研人员 通过对凤凰山168号汉木 所处的水文地质环境分析 发现了有利于尸体保存的地质条件 地下水位的棺材的话 它这个棺木是全部在地下水位以下的 如果是在以上 没有这个水的这个保护的话 它就不容易保证它的环颜环境 在墓葬的小环境 坚实严密的棺谷 使得内棺处于崛气缺氧 和恒温的稳定环境中 而棺叶也有助于浸泡其中的尸体 得以很好保存 它的棺的话 实际上是有水 对棺木的保存反而好 就咱们呢 干千年 十万年 不干不死之半年 所以的老年被多种病折磨 现代医学检查 人们得知 它患有动脉硬化 血溪虫病 还有胆石症等多种疾病 我们已经通过切片 这个病理切片 发现它第一 它有肝硬化 就是血就从最后引起它肝硬化 所以患有血溪虫病 说明两千多年前 血溪虫病 就在荆州流行开来 可以想象 碎患上血溪虫病后 一定饱受病痛的折磨 后来我们那时古代的话 没有血溪虫这个病 但是有骨病的记载 这个骨病的记载的话 那个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浮大入骨 盛世还在延续 但碎终究敌不过病痛的折磨 医学人员通过器官 微超结构的研究发现 碎死于胃穿孔 引起的弥漫性腹膜炎 在当时来说 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那么穿孔以后 当时就形成腹腔里面的感染 因为消化液 就是胃液 流注到我们 油力的腹腔里面去了 这样就形成细菌感染 最后感染以后 形成全身的一个感染 超成这个菌穴症 毒穴症 检查发现 古室的胃里 有138颗香瓜籽 香瓜 或许是留给碎最后的美味 济南城里的凤凰山 曾经是楚都宫殿区的一座风景山 碎应该登上过凤凰山 在那里 可以望见 故都残破的成员 在夕阳的眼罩下 更显凄美 他见证了一段荣耀 他自己创造的辉煌 最后魂归故里 在历史的天空中 一个留下名字的古人 宛若划过天幕的流星 他留下的故事 真实 有趣 也耐人寻味 充实着人们的想象 使得历史不再渺远 恍若昨天